开始我们就要讲VOE的一个组件化 那在上一部分我们已经提到了 VOE有两大核心点 第一大就是VOE的一个数据绑定 那么在上一部分我们已经讲得很完善了 知道VOE是怎么进行一个数据绑定的 并且把一些指令都已经讲得很清晰了 那我们知道我们改变数据 就能改变我们的一个DOM的一个渲染 那么接下来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VOE的一个组件化 那么在组件化的开发过程中 那么可以更好的让我们提高开发效率 那么首先我们来画一张图 让你理解一下这个组件化 开发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这个我们有一个画图板 那我们在这里面先发一个方块 那这个方块就代表什么了 就代表我们的是一个页面 这个就是一个页面 那么页面有什么了 假如说这块有个导航栏 说一般页面都会有一个导航栏 导航栏有一个一个的导航 告诉你这块切换到首页 这块切换到另一个功能 那假如说底下呢就是一个主体 那我切换到首页的时候 那这块是不是就换了一堆东西 然后切换到一个其他东西的话 这会就切换到一个东西 个人信息 这会就切换一个东西 那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结构啊 简单的一个结构 可能在这个主体里面 可能还有一个轮摩图啊 这会是个轮摩图 正在自动的切换一些图片 那么你想象一下 这个网页是不是就可以分为几部分 分为两部分 一个就是导航栏 一个就是主体 主体里面是不是还可以再细分呢 那我们想象一下 那我们开发页面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可以把它 就导航栏写成一个组件 然后把它写成一个组件 然后组件里面 轮摩图再写成一个组件 然后这底下东西 假如说还有一些其他功能的话 再写成一个组件 那你想象一下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组件 拼在一起 就形成了整个页面 那这样的一个好处 第一 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写作开发啊 那我们是不是 你的组件和我的组件完全不影响 你写你开发轮摩图的组件 我开发导航栏的组件 我们最后把组件一写好了 直接一拼一起 是不是就是一个整个页面了 整个页面的一个使用 第一 就是可以进行一个 多人的一个开发 团队的一个开发 第二呢 你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这个导航栏 是不是导航栏 我们再写另一个页面的话 可能也使用一个导航栏 然后说这块是另一个页面 这页面上也有一个导航栏 那你想象一下 我们说这个导航栏 在上一个页面已经写好了 那下一页面 说我们导航栏 直接拿回来去用就OK了 那这是不是就是 可以进行一个代码的复用了 那开发我们的一个效率 那假如说 我们有一套组件库 那组件库里面 有很多常用的功能 像什么轮波图啊 导航栏啊 都在那里面去存着 那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再开发一个页面的话 说这些导航栏轮波图 这种常用的功能 你就不需要进行开发了 直接把这枯一 把这个组件一用就OK了 那剩下的一些核心的功能 就是这个页面 它独特的功能 我们再去深入的研究它 是不是就是 让我们的精力全 放到这个页面的一些独特 深入核心的功能上去 而不用管这些常用的功能 因为都用组件 给它开发好了 OK 那么组件 到底什么呢 其实组件就叫做什么 就是一个自定义标签 我们在这里写一下 自定义标签 那你想象一下 一个标签是什么 一个标签 是不是就是一个功能 我们写一个DIV标签 就是一个块元素 写一个span标签 就是一个行内元素 写一个amage标签 就是一个图片 是不是一个标签 基本上就是一些功能 那我们自定一个标签 我们想象一下 渲染这个标签 就是什么了 就是一个导航栏 渲染另一个标签 就是什么了 就是轮摩图 那这样的话 就在对我们开发 是非常非常有利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图像库 那么比较有名的 就是一个 饿了么的一个标签 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打开了 那么来看一下 这饿了么 就是这个公司 写的一个element element.l的一个组件库 那我们看一下组件 那组件里面 我们找一个组件 找一个 额 警告 你看一下 这就是额勒的警告 成功的提示门 消息提示门 警告的提示门 和错误的提示门 那它是怎么用的呢 很简单 你把这个 饿了么的组件库 给下载起来之后 你直接调用 饿了 杠 一眼二杠一个 这是不是它自定义的 一个标签 我们HMR里面说 没有这个标签 它自定义一个标签 并且可以往这个标签里面 传什么 传一些参数 传这个title 是一个成功的提示文案的话 它是不是就是 显示的成功提示文案 它的一个类型 是赞个的话 它就是一个绿色的底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也是 饿了么 饿了么 那么这个也是 自定义的标签 它是不是就可以进行 代码的复用了 你写一个EL为乐签 就是一个弹出框 写一个EL为乐签 就是一个弹出框 并且你是不是可以 自定义里面的一个消息 说错误的消息 就是那个警告 还有成功的 都可以在这里面去写 那这个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这么个组件库 自己公司 按照自己公司的风格 当然这个风格 是我们饿了么的一个风格 那如果你自己公司 有个自己公司的风格的话 是不是一般我们 像一个公司 它的大体的 一个页面风格都是一样的 那你想象一下 你把这个都封装成一个组件 直接一掉用 是不是只管我们这个页面的核心 开发工程就OK了 不需要管这些什么弹窗啊 输入框啊 这些常用的一些组件了 那这就是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个 组件化开发 那么 这话不多说了 那在里面我们看一下 这个组件到底怎么去写啊 那在里面我们也是 去创建的一个 VUE Lesson 8 对吧 那在里面还是用例子来说明了 在里面有个印带 在里面 然后在里面还是把一个 atml的股价给写入里面去 然后把这个 Squid给引用进来 然后在里面是不是写一个 DIV 然后写一个 井APP 是不是让它的ID是一个APP 就OK了 那在里面是否还有一个Squid 然后在里面可以创建一个VUE实例 你有一个View 然后在里面写个EL挂来点 写一个井APP 那我们是不是现在用什么呢 用这个 这个atml当做一个模板 是不是叫做atml版啊 那你这里面是不是就可以用一些VUE的语法了 那在讲组件之前 我再给你讲一个模板 除了这atml模板 atml模板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EL挂来点 这整个道目节点就当做atml模板 如果里面有东西的话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写一些VUE的语法了 那除了这种方式的话 还有一个叫做template模板 template OK template的模板 后面是不是写成一个字符串 它后面写的是一个字符串 字符串的话 就叫做一个字符串模板 那假如说我在这里面去写一些东西 我写了一个DIV 然后再写一个DIV OK 然后在这里 这个我们先用这个单引号啊 先不用这ES0的引号形式 一会再跟你们说 那这里面假如说我有一个一句话 就叫做一个流度V OK 然后我们在页面当中显示一下 你可以发现是不是有一个流度V 然后我们打开道目节点 我们再看一下 这道目节点渲染了什么 是不是就渲染了一个DIV 那这个是什么 我们在哪里写的 是不是就是在这里面写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template模板 是会把这个ATMR 我们挂载的这个ATMR给覆盖掉 假如说这里面我们还有一些东西 假如说这里面我们有一个Hello 那它也不会显示了 没小心 是不是还是这个流度V啊 也就是说 它会把这template模板 字符串模板 会把我们这个ATMR模板给覆盖掉 然后就显示这个template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EL就是告诉我们 这个template模板 应该覆盖到哪个道目节点上去 那就是说 假如说你没有EL的话 它肯定不会覆盖的 我们可以给它 实现一下 一刷新 是不是还是Hello 因为在这里面 这个道目节点就是这个Hello 它这template模板 虽然你写了一个template模板 但是它不知道覆盖到哪 所以说你首先得告诉它覆盖到哪 那你就覆盖到这个道目节点上去 那这个道目节点里面就是被我们 字符串模板给覆盖掉了 并且这字符串模板里面可以写什么 说可以写一些我们知道的微微语法 假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写个message 那当然在这里面我们得定义一个数据 data然后写一个对象 然后写一个message 写一个流露微 ok 然后你刷新还是选着流露微 只不过这个流露微现在什么 是不是一个数据 我们数据改变的话 还是一个数据网定 数据一改变 它就会重新选我们的道目 这个就叫做template模板 那我们在写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没使用这template模板了 首先第一 template模板有一个不好的地方 刚才我写了你就会发现了 它是不是在js里面去写这个道目 那么我们这个template模板 是不是就是将单于在道目里面去写js 那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在js里面去写道目的话 是不是一些 什么快捷页是不是就用不了了 我刚才写着div的话 是不是手挑了一个大约号小约号 也就是这个标签 那么在这里面你div 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div的话 是不是直接一table就生成了 那这个就是它的一点不好的地方 而且是不是 它在这里面没有高亮的一个显示 是不是它变成一个字幕串了 字幕串没有高亮的显示 并且它换行是不是很费劲呢 换行是不是它就报错了 因为我们是需要字符串的拼接 当然es6的一个字符串 给我们解决的这个问题 是我们可以写成一个es6的字符串 就e左边的那个符号 然后在这里面 它就可以随意去换行了 但是换行的话 是不是这个解决了 但是我们高亮问题 是不是没有解决 那假如说你写了一个id 这id是不是都是一个高亮的 在html里面去 但是在这里面你写了一个id 然后再写一个123 假如说写一个only 是不是它不会一个高亮显示 但是在这里面它会渲染出来的 是不是id这样一个only 那在这里面就是 第一它不能高亮显示 第二个它没有那些什么 推爆键可以自动生成了 所以说这个字符串模板 在这个我们平常去使用一个 创建一个voe实力的话 去很少去使用 很少去使用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timelate呢 这timelate就是在组件里面去使用的 因为一个组件 是不是就是一个自定义标签 一个自定义标签 我们说渲染一定的功能 渲染一定功能 就是渲染一定的盗墓节点 那我们假如说有一个 轮播图的一个组件 那我们是不是想让它渲染 一个轮播图的盗墓节点 也就是说这个timelate 是用大部分用在组件当中的 那我们想一下 组件当中应该怎么用 那在这里面我们来看一下 那假如说我有一个div 那我们有个class 等于一个demo ok 然后我们再有一个class demo 那你想我想一下 那我能不能 在这里面是不是这是个css选择器 我们现在css是不是一直选 是一个id 那假如说我就选择一个.demo 是不是也可以 那假如说我就想让这个.demo 给变成一个zv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这两个.demo 我都想让它变成它 是不是也是完成了我们组件化的一个思想 组件化的一个思想 当然这是不对的 那我们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它是不是只会渲染一个zv 也就是说它就会找到第一个 什么了 第一个class 然后把它给进行一个渲染 第二个class它是不是不管了 看一下 它说还是叫做demo 说不管了 它只会把第一个变成一个zv 有写实力第二个它就不会变了 那这个方法不行 那我们在想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用class的问题呢 假如我自定义一个标签 说可以自定义标签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叫做一个 呃 刘鲁威这个标签 ok 刘鲁威这个标签 然后我们 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选择1r 1r我们就选择刘鲁威 哎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就是自定义标签 然后你会发现一刷新 还是什么 还是第一个 那假如说我们多复制两份 然后再一刷新 哎 是不是还是第一个给它变成了一个 图价 然后剩下的是不是还是 不会变啊 还是这个dv这个标签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常规的方法 我们是不是想让 给一个voe实力去选中多个盗墓接点 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它只会选择第一个盗墓接点 那如果我们想做的就是 一个组件可以选择多次的话 我们怎么做 就得用一个组件化开发的一个思想 那我们在这里面把这个删除了 那怎么去创建一个组件 首先你得创建一个组件吧 告诉一个 这个组件应该选择什么 它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这个组件叫什么名字 那在这里面就是这个自定义标签叫什么名字 刚才我说写了一个66V 那这个自定义标签就叫66V 那当然在这里面 它的一个命名规则最好是 当然你可以随意命名啊 但是最好 你可以它命名成一个短斜线的形式 刚才我们看的一个 恶人们的一个组件库是为EL-alert 它是不是这个组件就叫这个名字 那EL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公司的名字 因为是不是可能你在开发的过程中 你用了很多公司的一个组件 我用了EL-alert的一个组件 我用了其他公司的组件 因为他们公司组件封装都很完善了 我们把一些功能给它用到起来了 但是你可能是不是自己公司 或者你自己也写了一个组件 那自己写了一个组件 假如说我又叫了一个EL-alert 那假如说EL-alert的这个组件 它就叫个Lert 对吧 它就叫个Lert这个自定义标签 那我自己自定义的也叫一个Lert 是不是就会把EL-alert这个组件 这个自定义标签给覆盖掉了 但是这是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 那前面这个EL- 杠前面这EL就最好是代表 一个公司的名字 恶恶就叫EL 那你的呢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叫My-alert 对吧 或者My-component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 区分开了 那假如说你引入了别人的组件的话 别人恶恶的组件 它叫EL开头了 你组件叫My开头了 其他人组件 假如说有Facebook组件 就是FB开头了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区分开了 可能我们这组件都有相同的功能 都有EL-alert这个功能 但是我们用的话不冲突 这就是命名规则的问题 你也可以不这么写 但是最好这么规定一下 这样减少我们的一个冲突 OK 第一个参数就是你的组件 叫什么名字 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一些设置 这个对象 比如说我们VoE 是不是执行的时候 会传一个对象 会传一些配置 那在这边也是会传一个配置 那传这个配置 首先重要的一点 就是template OK template什么呢 平常里面还是用 这个ES6的一个字幕串 那是不是就是 我们这个组件 我们要渲染 什么样的一个脏目几点 那假如说 我渲染一个P标签 P标签 在这里面我们就是渲染 联系我 联系我 然后后面 是不是写一个 一个 一个那个 讲什么 叫电话号码 对吧 那么我写一个电话号码 那当然在这里面 我写了一个假的电话号码 然后我们在上面 再写一个东西 再写一个H1 然后再冠一个H1 然后我们写一个联系方式 OK 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 是不是就是一个联系方式 联系我 1234567890 OK 那这个一个组件 最基本的一个组件 已经定义好了 已经定义好了 但是 现在我们还是有一个问题 那我们是不是 写了这个 那定义了这个组件 就跟我们定义一个函数 一样的 我们说要使用这个组件 那使用这个组件 这个是不是一个Vue组件 所以说你必须在Vue的实例里面 去使用这个组件 我们在这里面有Vue的实例吗 是不是没有 所以说在这里面 还得去创建一个Vue的实例 你有一个Vue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ER 我们挂载到哪里上面去了 挂载到一个景 App上面去 是不是这个 当我们节点 是不是就变成了一个Vue实例 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可以用一些Vue的语法 对吧 所以说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MyComponent Component 这个什么 这个标签 自用意标签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联系方式 然后联系我 那在这里面一定要注意 我这不写是错误的 在这里面 这么写是错误的 你看他报什么错误 那在这个组件的一个写的过程中 必须有一个根节点 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这是兄弟节点 兄弟也没有父亲节点 所以说 你必须用一个根节点 给它包裹起来 一般是不是都用DIV 给它包裹起来 我们一包裹一下 OK 再一刷新 是不是联系方式 联系我 123457890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组件 是不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组件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组件里面 你不能直接这么给它写死 写死 那这个是不是没有什么用 我直接把这个盗目节点粘过来 是不是使用也是一样的 那么一般组件都是非常非常灵活的 那首先 是不是我们可以在这个组件里面 去使用数据 因为 VoE的一个核心思想 是不是就是数据绑定 但是在这里面 我们写数据 这么写的话 人家说我们写一个message 就叫1234567890 然后我们把这个message 给付到上面去 那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可以使用VoE语法的 那这么写的话 哎 他报时 看到吧 因为什么 他报了什么错误 他说 Data属性应该是一个函数 Return返回一个VoE的一个对象实例 OK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这个Data不能像我们这个VoE 这个New一个VoE里面写的Data里面 直接写一个对象了 它必须写成一个函数 那我们给它改成一个函数 那改成一个函数 函数里面 Return一个什么了 Return一个对象 那这个对象 就是我们这个Data里面写的对象 我们写一个message 然后再写1234567890 然后我们再刷一下 哎 是不是有12345678Data 并且这是一个数据 如果我们改变这个数据的话 它是不是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 到我们的一个渲染 OK 那在这里面 我们是不是现在的一个组件 基本的一个结构已经写完了 首先 我们说通过VoE.component 去定义一个组件 组件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就要叫做一个组件的名字 你想给它叫什么 这个自定义的一个标项 叫什么名字 第二个就是设置 设置里面 首先就是template 非常非常重要 template一定要注意的话 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根据点 在里面是DIV进行一个根据点 然后里面再写一些信息 然后并且这个VoE组件定义好了 必须放在哪 说必须放在这个VoE 控制的一个DOM界点上面去 我们这个DIV是VoE控制的 那假如说我给它写出来 这个包袋里面的mycomponent 说没被VoE所控制 那在这里面它就会包错 或者是不显示 你看 说不会显示 那在这里面 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个mycomponent 当然在这里面 它不会显示的 因为它不是一个VoE控制的DOM界点 它不会去渲染这个组件的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组件的基本用法 那接下来我们刚才说了这个Data Data里面必须写成一个函数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做 为什么会这么做 那在这里面我还是写一个例子 来说明一下 我们写一个indice2 DITML OK 然后把这个大体的架构 快速的搭建一下 然后写一个DIV 然后再写一个scrater 然后你有一个view 然后在这里面写一个er 进app OK 那这里面就是写完了 那我们就挂来成这个DOM界点了 那在这里面 我们还是先定一个组件 有一个component 然后在这里面就叫做一个mycomponent吧 然后在这里面说一些设置 然后template它 它渲染了一些DOM界点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还写成es6的形式 然后必须要一个跟节点啊 组件 你会发现这template的 我写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是不是不能一个生成啊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在这个voe 你有一个voe里面 我们最好就是用htm模板了 不用这template的模板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写一个button 我们写一个按钮 然后这按钮 我们是不是可以写一个 简级实验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就是 atclick at是不是都知道了 在这里面就是一个缩写 那就是vagonon的一个缩写 atclick我们就叫做一个clickme吧 OK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methers 那当然在这里面这些东西都有啊 在这里面写一个函数 函数就叫clickme 那在这里面我们首先定一个数据 我们说得定一个data data必须写成什么 写成一个函数 对吧 那函数我们return一个 counter吧 还是一个对象 counter0 OK 那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就让这个counter加加 那我们先把这个counter给炫到哪 就炫到这个button上面去 OK counter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让这个counter加加 当然在这里面你用list去获取这个counter了 OK 那我们这个组件写完了 并且我们说创建了一个voe的一个道目基点 并且把它给挂载到这个上面去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使用这个组件了 我们写一下这个methers OK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刷新一下 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h50 然后我们点击它 是不是有一个加呀 因为我们这块进行了一个数据绑定 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假如说 他为什么要给他写成一个函数啊 他给他写成一个函数的目的 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让他去返回一个新的一个对象 那你想一下 如果我写成这种形式 我直接写了一个data 然后看了0的话 那我们如果创建多个组件的话 这多个组件用的是几个数据 是用的一个对象里面的数据 那我一个组件改变了的话 属于其他组件也改变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模拟一下这种的一个写法 因为他在这里面不让你直接去写一个对象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瑞特认一个方式 只不过在这里面我们把它给提起出来 我们提取一个data 然后等于一个对象 这对象就是一个count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data瑞特认放到这 OK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创建多个组件的话 那是不是他会 他们会用一个数据啊 那我一个组件的一个状态改变的话 是不是会影响其他组件 那我们刷新一下 他假了 说所有的人都假了 因为他在这里面 data是不是一个变量 他们用的是同一套数据 那么如果我们这么写的话 数也相当于许多组件去用了同一套数据 对吧 只不过我们现在要用function给他模拟 刚才我们直接写成一个对象的一个形式了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非常非常不好的 因为我们想让每个组件都是独立的 你不可能写了一个伦摸图的组件 然后我替换了一个伦摸图的一个 假如说我把这个图片的地址写成了一个那个数据 那我替换了一个数据 剩下的伦摸图全部全部替换了 说伦摸图应该伦摸不同的东西 也就是说组件应该相对是一个封闭的环境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写成一个函数 每个函数给他返回什么呢 给他返回数据 是一个独立的数据 是我们return一个对象 那我创建一个macmuton的 他return一个新的对象 再创建一个macmuton的又创又创建一个新的对象 那载人里面是不是两个对象就没有互相影响了 因为载人里面不是一个引用值了 那我们再来试一下 他这么写的话 如果加他的话 是不是不影响其他三个 那么加他的话也不影响其他三个 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一个个体了 而不会相互影响 那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组件里面 为什么用一个函数的原因 那我们这个组件的定义已经讲完了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定义的一个组件的 我们说调用了voe.component这个函数 来去创建的一个组件 我们在这个india.atm里面看一下 是voe.component去创建一个组件 他传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是组件名字 第二个参数是组件的一些配置项 那我们这个定义的组件叫做什么呢 叫做全局组件 什么叫做全局组件呢 就是在任意的一个voe控制的道姆节点下 我们都可以使用这个组件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道姆节点是不是被voe所控制 因为在里面我们去写了一个voe的实地 去控制的这段道姆节点 那这个麦克蒙特他为什么不好使 因为他是不是写在body里面 body是被voe控制的道姆节点吗 是不是不是 他不是所以说在里面他就不好使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再创建一个voe控制的道姆节点 我们把这个麦克蒙特写在里面去 他还是好使的 我们在里面先试验一下 我们写个div 然后写一个几个app 2吧 app2 然后在里面我们改app1 那在这里面是我们也得改app1 ok 那么我们是又有一段道姆节点 这个道姆节点是不是有一个 我们现在是一个普通道姆节点 没有被voe所控制 那在里面很简单 是我们再创建一个voe的实例 ok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就写了一个er 写一个 几个app2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他也被voe所控制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使用mycomponent的这个 图件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去打开一个新的 软件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是不是他有了两个组件 那也就是说 这里面可以用mycomponent的 这里面也又可以用mycomponent的 只要是任意的voe所控制道姆节点 我们都可以用mycomponent的这个组件 这也叫做一个全局的组件 那么除了全局这个组件 我们还可以定义一个局部组件 什么叫局部组件呢 我想一个组件 只有在这个道姆节点里面好使 只有在这个控制的voe实例下面好使 这个app1下面好使 这个app2下面不好使 是不是这就是一个局部的吧 那这个局部组件怎么控制呢 那么 在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对象给提取出来 它是不是一个对象 这是一个组件的一个配置项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组件的配置项 就叫做component 等于一个对象 我们把这个对象给提取出来 ok 然后只要我们在这里面去写这个component 是不是就ok了 让我们再试一下好保持 一刷新 是不是好使的 因为在这里面直接就是把这个对象给提取出来了 那在现在我们不用这种方式去定义一个组件了 我们用局部的方式去定义 那么这个局部的方式就是 在我们创建这个voe实例的时候 然后在这里面去定义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它有个字段叫做components 因为它是很多个组件 所以用s 然后在这里面也是一个对象 也是一个建置对的形式 建置是什么呢 比如属性名是什么呢 属性名就是我们的一个组件的名字 那在这里面我们当然得写上mycomponent 对吧 mycomponent 那属性值呢 属性值就是我们这个对象 也是这些配置项 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component给写在这 就ok了 那么现在就定义了一个局部组件 那如果你想定义多个组件的话 也是就可以在这里面去写啊 那在这里面就可以定义多个组件 因为在这里面已经是components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局部的组件 那局部组件什么意思呢 就是只有在哪里好使 只有在这个到我们节点里面好使 因为我们在这个app1这个里面 去定义的属主件 那在app2里面就保持了 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ok你会发现是不是只选了一个 那在这里面它会报错 有错误信息 不知道的一个自定义元素 你注册了这个元素吗 那在这里面就是 因为在这个app2里面 我们也用mach component了 但是在这里面是我没有注册 因为它只是在app1里面好使 那么这就是一个局部组件 那这就是去定义组件的两种方式 那么我们这些课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讲了一下怎么去定义一个组件 局部组件 还有一些全局组件 那么在下一刻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用一个VoE CLI去创建一个项目 因为在这里面是我们用的简单的 用Squid的标签去引入的一个项目 现在我们引入一个组件的话 它是一个高级的写法了 那我们当然需要一些高级的一些自动化 构验工具去写我们的项目 因为在写项目的过程中 可能我们又要到一些ES的语法 ES的语法我们知道是2015年6月进行发布的 2015年6月之前的段期 它是不支持的 那想要说我们用了这个语法的话 我们最好给它转换成201 ES5的语法 ES5的语法 是不是就可以进行一个完全的一个兼容性的一个问题 那么还可能我们在里面用SaaS 或者用NAS 或者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是不是要开一个服务器 因为只有开一个服务器 才是真实模拟我们的一个环境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去打开的这个方式 是不是不是我们用户去浏览这个网页的一个方式 所以说有这些问题 那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借助一个前能自动化构件工具 前自动化构件工具 在这里面我们就用YPAC 当然在这里面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事情 我们直接用一个构建工具 就可以把这个YPAC的配置箱给写好了 不用你自己去配置 非常麻烦 那么我们下一课再见吧 希望下一课再继续和你一起学机